你们都找到工作了吗 我发现找不到工作的可不止二四届毕业生 二二届 二三届也都在找工作 一茬一茬的大学生就像是割韭菜一样 前铺后继的 大学成了一个只管销售没有售后服务的工厂 我现在是醒悟了 中国它就不缺大学生 缺的是教学费的人 什么 我学了那么多年的金融 一个月才四千 你们谁爱在谁在等我去的大城市 感谢这个的小星星 我删掉了同学的作业共享群 我删掉了王者荣耀 我披心待悦 我奋不顾身 只为证明 我命由我不由天 终于 我当上了二手车饭的 事实证明 我命由天不由我呀 披心待悦 啥也没有 王者荣耀 我又下回来了 顺便下来个吃鸡 干就完了 我学了四年的舞蹈专业 最起码也是要帮不到老师的 我一毕业 有没有搞错啊 我中医院大学毕业了 之前还是学生会主席 这工资还一千八啊 你到底看不起谁啊 没有直接 老鼠似得多 老鼠似得乖 老鼠首歌当场是 我妈的咯 老鼠首歌当场 老鼠不是公司 像我这种学心理学的 是要帮助人们了解内外世界 走出迷茫 走出快进 哎呀姐呀 我看你一趟一趟 我来给你算一算啊 这龙飞机看菜山 要从菜山 找工作很难吗 工作有这么难找吗 说这句话的人真的是跟当时 卖79块钱的没笔是一样的人 你知道吗 今年毕业的大学生里面有超过半数的人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 跟我同一批毕业 就是我的发小们 五个里面有三个 从今年上半年辞职 到二四年马上就要结束了 他们仍然处于待业状态 就是不要说本科生啊 连985211的博士硕士研究生这些 他们的就业率只有30% 像我们这种小县城的三甲医院嘛 前几年的时候 中南大学研究生还是招的 但是从今年开始 连中南大学的研究生 他们都不要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 就是读了研究生 读了博士的就在后悔 早知道这样 当时还不如早一点出来工作好了 去读这个研究生 读博士有什么用呢 赶不上学历贬值的速度 今年这一批庞大的就业群体 就业问题还没有解决 明年二五接一要毕业出来 1222万大学生 比今年还要多43万 毫不夸张的说 从明年开始 就是大学生找工作 将会进入到地域模式 根本找不到工作 这个时候肯定会有人讲啊 怎么会找不到工作呢 你出来社会看一下 小大姐的断盘子 经常拧螺丝的 这样的工作岗位 一抓一大把呀 到处都是工作 你不愿意去找 是因为你眼高手低 是因为你身上有脱不下的 孔一级的长山 可是为什么 自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 我们就被灌输着 知识改变命运 读书改变未来的观念 勤勤恳恳的去读书 好不容易考上了一个本科 一个九八五 毕业出来的时候 说什么 毕业出来的一千万大学生 都是废物 凭什么 问题是出在了学生身上吗 我想请问 就现在做着教室行业 还当着老师的人 当着学生向你提问 老师 请问 读书是不是可以改变命运 你有多少的底气 回答他 是的 没错 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呢 大学生拿着父母一麻袋的血汗钱 完成了学业 最后却连一个体面的工作都找不到 那让他们上大学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是为了解决大学老师和学校周围 商贩的就业问题吗 还是说解决大学附近的商场 酒店 小餐馆的营业额呢 如今的大学生毕业以后 男的送外卖 女的搞直播 送外卖的休息时间看直播 搞直播的饿了之后点外卖 送外卖的赚了钱来搭上直播 搞直播的挣了钱用外卖填饱肚子 灵活就业 经济内循环做的事相当完美 我们送走了廉价的农民工 却迎来了农民孩子大学生 而且这些孩子更加的廉价 这正常吗 现在的大学啊 90%的专业 出来都是找不到工作的 这句话也不是我讲的 是我今天跟两个 零零后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我们在一起吃饭 然后他们跟我讲的 他说 他们给我算了一笔账 他说他们大学一年的学费 是将近三万块钱 然后四年下来 总体的开销 学费加生活费 花了将近家里20万左右 现在找一个工作 一个月的工资是 三千五左右 在成都呢 租一个房子 差不多是八多块钱 一碗面 现在都要接近20块钱了 他说他就算天天吃面 一个月下来 花费也要将近一千八 车费和一些 七七八八的一些开支 差不多一千块钱 一个月下来 他都付宿了 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 他们后来又跟我讲了一个 他们的观点 他说如果 他们没有上大学 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 去当服务员 去当前台 去当收银员 去送外卖 但是他觉得 他们自己上过大学 他们拉不下来那个脸 上大学 这个大学两个字呢 反而禁锢着他们 虽然他们觉得 工作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可是如果他们真的 去做了这种 人人都能做的工作 他就在问自己 那到底自己读大学的 意义又在哪里 因为矛盾啊 所以现在就是高不成的 低不就 其实我听了 他们的这些话之后 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读书的意义 到底在哪里 你以为你养了一个宝贝孩子 其实你是给资本家 养了一个孙子 如果还没有看透 那你肯定要被打连刀割 现在缺的不是大学生 缺的是大学生的钱 卷学历 其实就是他们做的一个局 首先作用就是 掏空家长的钱包 同时还能减缓社会的就业压力 家长们成了教育的蜡烛 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整个教育产业 养活的学校 兴趣班 补习班 文具店 家长们花了那么多的钱 自己的孩子刚毕业就失业 今年全国有1200多万大学毕业生 而就业岗位只有600万 去年和前年 还有很多毕业生没工作 根本不是某个网红说的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 是他们不愿意干 缺口本来就有这么大 学了20年的知识 到了社会上才发现是过时的 落后行业20年 学校只会不停地给学生灌输 拼搏就能出人头地的思想 从来不告诉学生 在社会竞争中需要拼运气 拼爹 拼谁的脸皮后 拼谁敢不要命 学生走进社会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努力学区换来的学历 在人才市场上竟不值一提 学历贬值的时代已经来了 如果 现在的学历怎么这么廉价 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文科研究生 我就花了七年的时间 每年的学费有10800 我在面试晚 面对这样的2500块钱的工资 昨天大家说 我只配有2500块钱的工资 我承认我确实 就是在大学的时候 只顾学习的 我脑子里面只想着拿奖学金 我家庭一条件不好 我就想让家里减轻点负担 然后我也可能没有什么脑子 我不会去找点什么事也做 就是只会做一点点的兼职 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所以出来转工作 就是那些一下 问你有没有工作经验的时候 我确实是没用 所以你们说 只配得2500的工资 我承认 我什么工作经验都没有 我就是想问一下大家 有多少是 真正的走下了那个高态 去接受低薪的普通的工作 后面会调整好我自己的心态 创定姿态去找一份能学到东西的工作 真的笑死我了 1222万毕业生 多部门联合发声 积极希腊高校毕业生进入家政行业 三年幼儿园 六年小学 三年初中 三年高中 四年大学啊 学了19年的知识 精通数理化 才会中文和英文 指地深圳都略通一二的大学生 原来是鼓励进场打罗斯 鼓励送出外卖 鼓励开开网约车 现在又有了新的赛道 男保姆 女保健 这么玩的吗 这两天啊 发盖委呢 鼓励大学生去做保姆 这个是网上骂神一片 这种愤怒呢 我也很理解啊 就像一个家长说的 你愿意让一个大把大把 真金白银培养出来的孩子 去做保姆吗 我肯定不愿意啊 那还有更激烈的意见啊 那怎么国家 不号召大学生进什么烟草啊 还有呢 让党员官员的孩子去做个榜样 先做保姆试试看啊 所有的情绪呢 我都合理解啊 大学生啊 毕业了去做外卖 快递服务员 砸锅卖铁的流血回来 也只能月薪三千 这个落差太大了 差不多就是当头一棒啊 怎么可能不骂人呢 大学就是耍流氓 不管就业 大学就是最大的实质 随便看一所大学 每年的开学季 成千上万的学生 性从成入校 每年毕业季 成千上万的学生 挥流流离校 毕业生们 有的回家坑老 有的送快递送外卖 大学的校者们 依然在悠闲的过着暑假 老师们依然在 忙着搞论文评直撑 百分之八九十的学生家庭 经济都不宽裕 家长们皆一俗十 含辛茹苦地供孩子上学 四年的时间啊 可不短啊 毕业就失业 回家继续啃脑 让原本结局的家庭 雪上加霜 这不是害人吗 既然没有这么多就业需求 为什么要扩招这么多 既然已经扩招了 为什么不管他们的就业 人家工厂公司 生产的产品卖不掉 直接倒闭破产清算 大学毕业几十业 你大学凭什么屹立不倒 这辈子做的最惡悔的事 就是上大学 好不容易考上大学 以为会苦惊丹蓝 没想到 也会越习女性的工作 都找不到 我的毕业证 学位证 彻射底底 流入了一张费纸 我也彻射底底 流入了别人眼前的笑话 现在 通通家里的积蓄 供应给孩子上大学 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这张文凭 养手空空 你们这是个坑 但父母还是要往里跳 孩子难 父母更难 跟大家说一下 现在就业形势的严峻 真的不是开玩笑 像我已经是 985211的本科背景 然后海外QS 全球排名前50的大学的 硕士背景 这个情况下 我有非常地丰富的实习经历 微软 谷歌 阿里巴巴 自己 其实我的这个履历 已经上过了90%的人 大概这个情况之下 我找不到工作了 我现在给你可以说一下 我两年前 我能拿到什么样的offer 两年前我拿到了 某头部系能源车级的 东城市岗位 出嫁一年50W年 小招当时拿了200个offer 我当时觉得 天哪 我这么值钱的吗 很膨胀的 当时有人跟我说 一个月给你18000的工资 我说你看不起我 18000你都敢叫我去 我这么优秀 两年后变天了 彻底变天了 我现在去面试 人家说 你好 6000块钱 不报时速 五险一斤 少交一斤 这个情况下 是一个外包 您可以来吗 我说你看看咱是什么背景 你让咱干外包 他说不好意思 我们那个应聘的人 全是这个水准 甚至水准比您还高 这还玩什么呀 怎么玩 不光是我 像我中才的硕士同学 然后包括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 都是很优秀的大学 跟我一样 里面都是世界极丰富 现在去做那个文员 操作系统 一个月6000块钱 领导还天天批评 让他们加班 这些活是以前大专感的 那我就问你 那现在的大专去干什么 现在我们都这样了 说一个比较那个什么的话 那一本的同学 二本的同学 包括大专的同学 他们怎么办 他们还能有活路吗 世界上究竟要有 多少个外卖员才够呢 如果说一开始就告诉我 我们没有这个岗位的需求 我们的世界就是这样子 我们从一开始 就去做外卖员就好了呀 我们为什么要 十几年的寒窗苦涂 早晨天不亮就起来 比机器的还早 睡觉的时候 狗都睡着了 我们还没睡 一直学一直学一直学 努力了半载 他们说少壮不努力 老大涂上杯 我少壮很努力了 我老大还是涂上杯 他们说努力 是唯一通向成功的捷径 可是现在我已经尽了 我全力去努力了 我已经变得很优秀了 我各方面 硬实力软实力都健备了 可是这个世界告诉我 你压根就没有入场券 中国送走了廉价的农民工 却迎来了廉价的大学生 现在月薪三千 招不到一个农民工 却可以招到一批的大学生 而这些廉价的大学生 正是这些农民工 用廉价的收入供养出来的 农民工好不容易供养出来大学生 到头却发现 还不如当年的自己 现在的大学生毕业以后 男的送外卖 女的搞直播 送外卖的休息时间看直播 搞直播的饿了点外卖 送外卖的挣了钱用来打赏 搞直播的挣了钱用来点外卖 大学生花了父母那么多血汗钱 最后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 我觉得大学生的存在 就是为了解决大学老师的就业问题 解决学校周边商贩的就业问题 解决学校附近商场 酒店 小餐馆营业额的问题 你以为你养的是一个孩子 其实你养的是一帮孙子 还没看透吗 现在缺的不是大学生 缺的是大学生的钱 学历其实就是一场骗局 它的首要作用是掏空家长的钱包 同时还能减缓社会的就业压力 家长成了教育的蜡烛 燃烧了自己 照亮了整个教育产业 养活的学校 兴趣班 补习班 文具店 家长花了这么多钱 自己的孩子刚毕业就失业 今年我国有1200多万的毕业大学生 而就业岗位却从1000万减少到了400万 学生学了20年的知识 到社会上才发现一点都用不上 学校只会一味地告诉学生 努力拼搏就能出人头地 从来不告诉学生 在社会的竞争中 需要拼运气 拼爹 拼谁的脸皮厚 拼谁敢不要命 学生走进社会 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努力学习换来的学历 在人才市场上 竟不值一提 学历的贬值幅度已经超过钱了 所以如果你还在拼命卷孩子的学习 卷分数 就为了上个好点的大学 那我劝你省省吧 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 事倍公办 性价比极低的选择 世界已经变了 以前学历好使是因为稀缺 80年代大学生就是金子 20年前也至少是银子 现在大学生就是铁 遍地都是 老铁 而且好多都是废铁 去年博士生和硕士生的这个毕业人数 比你强点 或者经验比你多点 聪明老板都不一定选你 当然了 我不是说孩子就不用好好学习了 而是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你天天生死历劫的 弄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以破坏亲子关系为代价 换来的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至少应该是掌握真正的知识 是吧 背一首唐诗可能能得分 但理解一首唐诗对孩子更有帮助 再进一步 引导孩子能真正掌握学习的方法 一旦他掌握了学习的方法 他将来干什么都错不了 再进一步 根据孩子自身的特点 给他规划一条相对明确的路径 上什么大学不是最重要的 甚至上不上大学都不重要 选择的专业 选择的行业 在未来是否有发展空间 是否适合你的孩子才是更重要的 如果这些你都做不到 那我劝你就别卷孩子了 有时间卷卷自己吧 争取成为孩子坚实的靠山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 家庭背景比学历重要多了 考研究生 考博士 其实就是穷人的陷阱 因为现在的教育 已经变成了一门生意 就像为什么 现在的研究生 就也难于本科生 对于这个问题 用心看完教育的发展史 你就理解了 90年代之前 教育的作用是提高全民基础文化素质 为了让大家愿意去学习 宣扬好好读书 就能找好工作赚大钱 体制内招聘设学历门槛 问题迎刃而解 但这个观念一直跟随我们进入到了21世纪 现代教育变成了调节宏观经济的工具 我们的经济发展得很好 人口众多就业岗位无法满足需求 于是就有了两个方法 第一让学生延迟就业 原来是本科就能做的工作 现在需要去读硕士 接着再去读博士 目的就是为了缓解社会就业压力 第二教育产业化 民办和公办教育集团都有招生和创收目标 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养活了大量的学校和职工 如此一来就可以用你的钱和时间为社会做出巨大贡献 有个更残酷的事实 其实经济发展并不需要那么多高学历人才 如果大学不能够对就业和提高生产力负责 那么读书就是割韭菜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人才的培养和科研的支出 就是来自于其他家庭省吃俭用交出来的学费 万里条一的天才享受到红利 那剩下的9999个人该怎么办 并不是让大家不要去读书 而是失可而止 尤其是普通家庭 千万不要去追求高学历 你知道1998年专家提出大学扩招时 有多少人反对吗 很多老教授言辞激烈 认为大学扩招危害巨大 大学扩招之前 高考难度堪比科举 全国每年一共才毕业80万大学生 凭这一张文凭你可以在体制内为惯为力 也可以到体制外享受高薪 不管之前多么贫困 也不管家里有没有背景 一切都将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飞黄腾达 当时大学生基本都是贫苦家庭的孩子 因为他们更渴望改变命运 哥哥姐姐考不上 弟弟妹妹考 父母考不上 下一代接着考 而富裕家庭即便再有本事 只要孩子考不上大学 就没办法和大学生竞争 那时候 高考是普通人实现阶层阅升的唯一渠道 然而 1999年大学开始扩招了 到了2003年 毕业人数就达到了187万 2008年首次超过500万 2011年超过600万 2014年超过700万 2018年超过800万 2021年超过900万 2022年超过1000万 到2023年超过1100万 2024年已经逼近1200万 所有大学生加起来都快3亿人了 再过10年 几乎人人大学生了 由于大学扩招 不学无数支流也能混个文凭 这帮人无能无事却后台强硬 没有文凭卡着 反而纷纷进入了好单位 你以为的大学扩招是让更多的汉门学子里愈越龙满 可实际上的大学扩招 确实让弟主家的傻儿子不因为学历而失去继承资格 2023年上海烟草区公布录取名单 大量专科生赫然起立 一大堆985和211毕业生产遭淘汰 如果大学不扩招 这些专科生怎么可能拿到文凭 然而大学扩招的危害还不止于此 由于大学生增长过快 导致师资力量和学校资源严重更不少 大学生可以短时间增加几十倍 上百倍 可大学教授和科研资源却没那么多 无奈之下 大学增设了很多冷门专业和培养成本极低的文科专业 张雪峰说的新闻人力资源 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汉语言文学信息管理 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环境工程就是这些年增设和扩招的重点专业 这对于无数普通家庭来说意味着灾难 因为它浪费了一个年轻人20年的青春和经历 也浪费了一个普通家庭所有的财力和希望 如果大学不扩招 这些年轻人会很早学一门手艺 找一份工作 省了学费 赚了钱 就能早就业 早买房 早成家 大学扩招后 任由我无悔逼着所有人去考大学 当所有人都成了大学生 也就相当于所有人都不是大学生了 大学扩招的第三个危害是社会人才结构即兴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 需要的急功远多于大学生 但大学扩招让所有年轻人都幸福气早 不管自己是不是和尚大学 都以窝蜂往大学钻 考不上大学就复读 复读也考不上就成人高考 没人会放下身段从事体力劳动 眼高手低 造成蓝领和白领工资倒挂 工地搬转的一个月八千招不到人 大学生一个月三千排队面试 大学扩招的第四个危害是社会严重内卷 大学扩招让家长的兴趣都高了 别人家孩子是大学生 自己孩子也必须是大学生 别人家孩子上了酒吧我而夭夭 自己孩子也必须上名校 于是无穷无尽的家教复读则校 家长陪读甚至高考移民愈演愈烈 这种竞争从高中一路不及到初中 小学 幼儿园甚至娘态 孩子们从小课到到长大成人的每一年每一天 都是一生中最关键的要命时刻 大量学生被折磨成禁食 驼背和亚健康 有的学生甚至予遇自杀 好不容易大学毕业了 由于找不到工作 又开始卷研究生 卷博士 考研热习卷全国 导致真正适合搞研究的人没有筛选出来 反而弄了一批硬式教育的学生跑到了实验室 大学扩招的第五个危害式高校负债验中 一下子增加了几十倍的学生 就要增加几十倍的大楼和一系列的配套设施 于是大学引导成了地产商 纷纷大兴图目搞建设 学校不管有没有钱 都去向银行贷款 还不上贷款就打学校食堂 校内商业设施和打印店的主意 最后还是学生买单 有的学校为了搞钱 甚至让企业冠名大楼 挽起了西方社会那套捐赠游戏 学校大跃进 让志高升中专 中专升大专 大专升大学 名字也一路改 越改越大 越改越离谱 能用省冠名的坚决不用省 能用华和国冠名的坚决不用省 都说文化是金钱的境地 当一众校领导和教授 都成了包工头和商业操盘手 都为了自己的官位实行钻营的时候 那风君弃正的学术之风 就会彻底被资本裹挟 所生产出来的学者和专家 也就只会为了资本家而摇旗呐喊了 大学靠的是大师 绝不是大楼 有些大学似乎高翻了 大学扩招的第六个威 还是加剧了城乡二元化和贫富差距 大学扩招让农村人全去了大城市上学 本来城乡差距就大 为了上大学 农村家庭还得卖猪卖养 举债交学费 把农村那点可怜的血汗钱 全都给城市交了房租和伙食费 导致城市拥挤不堪 农村空心化 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大学扩招还顺势推高了房价 大学扩招前 绝大多数考不上大学的农村娃 在宅基地上盖房子 大学扩招后 农村孩子都一门心思 掏空六个钱包在城市买房子 房价不高就怪了